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见当时张学良对待于凤智也是情真意切 然而鲜有人知的是在于凤智和张学良的新婚之夜 于凤智却对张学良提出了一个奇葩的要求 汉青 你在外面有多少女人我不管 只此一条不能把她们带回家 洞房花竹 张学良自然是满口答应 然而身性风流的张学良最终却休妻另娶 我们所知道的张学良与她名字并行的除了赵一迪 再没有其他人 人人都知道赵四小姐是张学良的红颜知己 二人相伴走完了一生 而有关发起于凤智却只有寥寥几笔 那么于凤智是谁 她当初为何会向新婚丈夫提出这样的要求 而她与张学良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潜犬过往呢 想了解于凤智与张学良之间的潜犬过往的老铁们 可以在评论打上想之道 精彩马上为您揭晓 只闻赵一迪不见于凤智张学良出身于清末 成长于战乱纷飞的民国时期 作为凤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 父亲对张学良可谓是用心良苦 因此从小就让他在军中磨练 等到张学良到了成婚的年纪 张作霖又是找人算命 又是到处相看 最终选择了好友 于文斗的女儿于凤智作为张家长席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于凤智就这样嫁给了少帅张学良 张作霖可作为原配正妻 于凤智却没能与张学良白头到老 张学良最为人亲亲乐道的 除了革命事业之外 当属他与赵四小姐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恋情 1927年的春天 张学良与16岁的赵四小姐 在参加舞会时相识 赵四小姐长得漂亮 身材又好 打扮又十分时尚 张学良一见清新 而张学良作为少帅驰骋沙场 年少有为 赵四小姐如花的年纪 自然亲身景仰 因此两人一见清新 互生爱慕 之后两人便经常约着 一起打高尔夫 一起喝茶 你来我往自然而然走到了一起 没过两年 张学良任职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后 对赵四小姐魂牵梦绕 随即致电赵四小姐 询问他能不能到奉天 赵四小姐也对张学良牵肠挂肚 随后回复张学良 以贞得父母的同意 很快两人便能相见 张学良心血异常 又不放心赵四小姐一人上路 委派属下陈副官到天津迎接 在赵四小姐到沈阳之后 他的父亲赵庆华 便登报声明 四女赵启霞与人私奔 不知去向最与之断绝妇女关系 从赵家祠堂除名 张学良得知此事后心中有愧 对赵四小姐更是疼爱有加 他不知道的是赵庆华这样做事早有预谋的 赵四小姐从家里出发的时候 赵家全家人都曾去火车站送行 所以赵庆华所说 不知四女去向肯定是假的 赵庆华夫妇早知女儿与张学良两情相悦 张学良年少有为 但那和他的家中已有七世 赵庆华当时官任北洋政府 又不好与缝隙军阀扯上关系 所以私下将女儿送走 在公开声明与女儿断绝关系 一来断了女儿的后路 让少帅府必须留下赵四 二来又不与缝隙军阀攀上亲戚关系 在北洋政府也不会被采集 此乃一举两得之策 同时赵庆华也深知张学良是爱女儿 纵使他知道这些也不会在意 赵庆华登报之后 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事情闹得是满城风雨 人尽皆知 人人都道少帅与赵四小姐情比金奸 赵四小姐为追随张学良 不惜与家族断绝关系 此等情谊绝非常人能比 而满世界都知道丈夫在外有家人 于凤智自然也就知道了 赵四小姐是回不去了 张学良也不会让他走 于凤智表示 可以留下赵四 但是他不能进帅府 也不能有正式的名分 赵四对外只能称秘书 于凤智此举是想让赵四知难而退 然而赵四已经下定决心 留在沈阳陪伴张学良 随后张学良将赵四安排到青昭临别墅 此后 张学良每晚都会住在赵四所在的别墅 于凤智心中虽苦 但是他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 因为他明白自己的身份是帅府的少夫人 不能像一般妇人一样撒泼打闹失了身份 其实在赵四之前 张学良在外面也有过不少女人 于凤智向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最后都会不了了之 这次 于凤智还以为张学良也是一时新鲜 因为之前张学良也曾经为一个女人 在外面置过房产 吩咐别居 这个人就是谷瑞玉 家里有嫌妻 随军有夫人1922年7月 正值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期间 18岁的谷瑞玉与张学良结识 因为谷瑞玉的几个姐姐都嫁给东北军的将领 从小谷瑞玉就对东北军有着不一样的好感 所以一见到少帅张学良 谷瑞玉就轻心不已 而谷瑞玉长相颇具抑郁风情 性格开朗 热情奔放 一口流利的英语更是给他加分不少 纵使张学良悦女无数 也被谷瑞玉吸引了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之后 双方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谷瑞玉更是对张学良念念不忘 于是再三请求三姐夫 安排自己与张学良再次见面 谷瑞玉的三姐夫 就是张学良的一位副官 于是在身边人的安排下 谷瑞玉又再次与张学良相见 这次见面两个人不再相互试探 谷瑞玉更是直接表明了心意 张学良的心里面很矛盾 他喜欢谷瑞玉 但是家中已有于凤智 而于于凤智的婚姻 又是父亲张作霖做主的 所以纵使想要娶谷瑞玉 先不说于凤智答不答应 就连父亲那一关也很难过 张学良随后将心中所虑全盘拖出 谷瑞玉听后却觉得 他对自己毫无保留 对张学良更加爱慕 但张学良始终没有下定决心 与谷瑞玉在一起 促使两人在一起的 是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4年 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在前线指挥 当时的局势非常紧张 张学良的压力非常大 谷瑞玉知道后 不顾战场上的危险 坚持要到前线探望张学良 那天张学良正在帐中苦思冥想 突然看见门口的谷瑞玉 款款而来又惊又喜 他没有想到身交体弱的谷瑞玉 能到前线来看望自己 心里面十分感动 谷瑞玉冒着枪林弹雨来到身边 张学良再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了 谷瑞玉日夜跟在张学良的身边 成了名副其实的随军夫人 外面战火纷飞 战内有美人相伴 谷瑞玉陪着张学良度过了最危难的时刻 最终迎来了胜利 战后张学良将与谷瑞玉结合的事情 告诉了父亲张作霖 张作霖位置可否 而于凤志是坚决不能同意 让谷瑞玉住进大帅府的 无奈之下 张学良就在沈阳置办了一栋小楼 作为谷瑞玉的住所 谷瑞玉一心想要住进大帅府 谁知张学良却将他安排到了外面 谷瑞玉心中对张学良虽有不满 但是他还想着有朝一日能够进入帅府 此后三年间 张学良只要带兵打仗 都是谷瑞玉随军照顾 谷瑞玉虽然是千金小姐出身 但是特别能吃苦 随军途中从不含苦含泪 这一点很让张学良感动 但谷瑞玉也不是毫无错处 有次张学良因为军中事务辗转反侧 彻夜难眠的时候 谷瑞玉竟与总参议杨玉婷 一起劝说张学良吸食鸦片 这件事最终也成为张学良与谷瑞玉之间 分道扬镳的原因之一 谷瑞玉由于总是随军 长期的艰苦环境导致了他的身体 开始出现一些病症 加上总是没有机会入帅府 一枪期望落了空 早先隐藏的大小姐脾气 开始逐渐露出本真的面目 此后常常因为一些小事 便和张学良发生口诀 从前的温言细语 小依前全也不在 像是变了一个人 常年流莲花丛的张学良 也不再对他感兴趣 之后两人便开始分居 分居后的谷瑞玉终日无聊 很快就有了新的发泄处 他出入各大娱乐场所 唱歌 跳舞 喝酒 打麻将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又因为张学良强大的背景 他强行招来戏曲名林 为自己唱曲表演 这些戏曲名家敢怒不敢言 生怕遭到他吹枕边风 报复回去 后来张学良得知了他的这一行径 还专门见他 告知他低调行事 但谷瑞玉依旧我行我素 这还不算完 1928年张作霖遇难 为了等到张学良回沈阳主持大局 张家决定先隐瞒此事密不发丧 谁知在天津的谷瑞玉 得知公公去世 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 贸然回到沈阳 当天的日本报纸上 就出现了一则报道 一项与大帅府关系不密切的 如夫人在张学良 并不在沈阳的情况下 独自返回沈阳 说明张作霖已死 谷瑞玉此举 差点就让日本人钻了空子 还好张作霖的五夫人从中周旋 最终才没有酿成大错 但这件事让张学良大动肝火 越来越后悔与谷瑞玉结合 但张学良感念旧情 没有与谷瑞玉离婚 当时杨宇婷等人 想要夺取张学良的政权 因此经常让姨太太和谷瑞玉 一起打麻将 收买谷瑞玉 张学良早就发现杨宇婷有问题 于是多次劝说谷瑞玉 不要跟他们来往 谷瑞玉不听 最终差点害了张学良的性命 12月份 杨宇婷邀请谷瑞玉 与张学良一同到家中赋宴 但张学良不知道的是 别墅中早就埋伏了日本人 最终因为于奉治的机敏 巧妙地救下张学良 小心地逃过一劫 事后 张学良得知这其中 竟还有谷瑞玉的手笔 气不打一处来 当即决定要与谷瑞玉 结束婚姻关系 当初 张学良与谷瑞玉的这段感情 可谓是轰动一时 但风光不过一时 当感情不在 剩下的也不过就是利益连接 当利益凌驾于情感之上 最后就只能以离婚收场 于奉治以为张学良与赵瑟 肯定也不会长久 但这次他错了 迎新人入府 死未能同学 当于奉治得知 住在清朝林别墅的赵瑟怀孕了 他知道这次和以往皆不相同 以前张学良有过很多女人 但是除了自己 为张学良生下了孩子 其他人都未曾有孕 于奉治在赵瑟怀胎的几个月里 经常彻夜难眠 他在想他应该怎样 面对丈夫与赵瑟的孩子 于奉治想 既然张学良爱他 我爱张学良 那我也应该对赵瑟好 对赵瑟的孩子好 于奉治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 在赵瑟缠子之后 他带上小孩的衣服 和奶粉上门 探望赵瑟和孩子 后又将赵瑟接回府中 以姐妹相称 之后很多年 三人在府中和睦相处 同进同出 很多人都羡慕张学良 有两位贤内助 这让人不禁感到疑惑 于奉治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能够如此大度 于奉治家境殷实 父亲于文斗 善于经商 富甲一方 于奉治从小就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并不是那种大字不识的规格小姐 她落落大方 凡事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张作霖与于文斗 结拜为兄弟的时候 于奉治还是个小姑娘 每次见到张作霖 总是很有礼貌 张作霖很喜欢这个 有教养的小姑娘 于是张作霖 总是跟于文斗开玩笑 让小奉治嫁给我而汉亲 你觉得如何 后来张作霖听说 曾有个算命先生 给于奉治算命 称他奉命 是当娘娘的命 张作霖听了之后 很是触动 随后又找于算命先生 确认于奉治确实是奉命 于是赶紧备好聘礼 向于家求亲 于文斗觉得亲上加亲 也没什么不好 于是就促成了张学良 与于奉治的婚姻 张学良听说父亲包办自己的婚姻 十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